好的一态成就演员,坏的一态悔一部剧 演员的一态对于角色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拉胯的一态不仅破坏观众的观感,甚至还会引发笑料 今天我们就来对一些拉胯演员的走路演技公开处刑 看一看世界的参差,演员走路一态属于演技之一 演得好还是演得烂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好比咱们的老朋友杨杨,端王名号响当当 从现代到古装,走路都一端到底,身子板着,脖子梗着 看完我都替她累得慌,一态好并不是时时刻刻 都要笔直得跟个电线杆一样,僵硬地耿着脖子硬邦邦的 端着身子,不根据环境情景,一味紧绷拘束着一态也是要不得的 一直刻意地处着像跟木头装子一样,就是明显地过犹不及啊 好消息,杨杨的走路演技火了,坏消息,火成了反变教材 在人间烟火中这壁气肆意地走路演技,竟然跟baby撞行了 仿佛是一个培训班出来的感觉 当年大宝贝也是以一个十分嚣张又拉垮的走路姿势演砸了女精英 成为女精英界的一段黑历史,对比真正走出气场的职场拽解 鼻结惨遭降维打击 话说,baby走踢台的习惯不仅演女精英这么走 演在古装剧也这么走,真是丝毫没有改变啊 错把僵硬当作好仪态的,还有于朦胧 走起路来像一个满大街平易的柱子 配合于朦胧麻木的眼神,仿佛悲 挨演技拍大将出山,女主还一个劲地跟在身后狂摇,真是眉眼抛给瞎子看啊 而一战成名的金汉在君九龄里,则是过于放松了 不管是慢走还是快走,从头到尖再到腰 整个上半身都在左扭右晃 跑起来更像是个刚刚才从花果山下来的猴子 一个洒脱不羁的少将军硬生生是被他演成了一个流里流气的街溜子 而他更是因为在君九龄里献出飞天杂定,蛤蟆跳,蹲侧哭三沙 从此在古装丑男界有了姓名,金汉的丑不仅表现在脸上 他的仪态更是雪上加霜,飞,跳,蹲都是怎么松垮怎么来 古人该有的俊美身姿,他是一样也没有,越垮越丑 丑到极致就出圈了,惨还是女主彭晓然惨 还要跟这样一个猥琐气质的男主眉来眼去 难怪大家当时疯狂地怀念李狗子,至少陈兴旭的东宫里 无论是走资还是跑资,都显得既贵气又霸气 十分符合一个野心皇子的身份 果然啊,男性一态不好不是病 愁起来真要命,狗子见来了个女弟子李 男主徐开成眼大燕第一公子燕云之 四大公子之手,驮着脖子走路 动作一剧烈就成了深山里出来的笨雄,男二任豪 左摇乱晃地走,在里面打酱油的敖锐棚更是甩开膀子走 就这些哪像是书院里的世家公子啊 明明是一批拉帮结派的街边流氓 还一副自以为很帅的样子,同样是书生 人权的公孙策走得自带书生意气 同样是少年将军,张志尧的杨宗宝,急走甩袍 自有一股俊朗气,同样是活泼公主 娟子走起路来轻快,却又不失优雅 如果是同一个角色,不同演员 那更是仅凭一个走路一态,更是能一分高下了 虽然大家都是展招都穿红衣,有的人走起来浅一脚伸一脚 帽子上的红鹰就差点被甩飞到脸上了 这路都走不稳的展招,难怪打架只能转大风车呢 同样是展招,焦恩俊版无论走得多快 帽子上那两条红鹰都是轻轻地晃动 下盘那叫一个稳,焦恩俊版展招跑起来的时候 我甚至怀疑轻功真的存在 而且,焦书走路是风神级的 别说穿着简单的工作服走,穿着厚重的盔甲,那走起来也是稳到不用看路的 他甚至能边行李,边看人,边下楼梯,肩膀都不带晃的 大血的牛啊,和嘉靖的展招同样是一绝 甩袍进门,慢走吉尺,都太有魅力了,和版展招杀我呀 而另一边新版红楼常常被炒 光看走路就明白他被老板吊打不是没有道理的 新版宝玉走起来摇头晃脑,四仰八叉的 在看老板,即便是走得又急又快,也没丢了大家公子的仪态 老板宝玉被人念念不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同样的经典,许仙也是被演过不少版本,有行走的木桩鱼朦胧版 还有这位羊驼刘海哥,走起路来那叫一个舒适闲散 这不像是一个书生,倒像是个出门逛商场的现代小伙子 这样的许仙甚至比不上反串的夜童 他在新白娘子里走的是男儿的四方步 许仙走路斯文有理,到了许氏林时期,星科状元更是走出了意气风发 演员按照自己的角色调整仪态,不同的仪态演不同的角色才能让观众更加入戏和幸福 好比最近热播的长乡思养子,前期演了一个男人,走路做事都显得粗鲁豪放 后面成为王姬受了礼仪培训,行走坐卧便显得更加端庄婉约 谭剑次在里面也演了两个角色,冷心冷面的向流,以及逍遥风流的防风被 两种状态两种姿势,甚至靠着走姿诞生了宠妃上位的修罗场名场面 这翩翩公子的仪态,谁能不爱啊 同时期的罗云熙,在瑞玉时期,真的是走出了一股温润又仙气的感觉 很有股风韵味,一举手,一抬头都像仙人,不会给观众现代人穿古装的出戏感 结果到了长月静明里大跑篇,就问问哪家男主走路会这么走啊 明明是病骄,却只演出了骄,动作妖娆,走起路来比女生还要骄媚 还骄得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而且她瘦得脱了像,美感降了不少,更是称不起魔尊气势 看上去甚至还不如旁边的白鹿阳刚,男友金汉,女友居静衣 演古装剧没有一点古人该有的姿态,说的就是半永久居 迦南转里演的郡主,站没站像坐没坐像,就问哪家郡主会这样揣手站 这样勾兰靠,坐姿也学到了葛优堂的精髓,像急了吃饱了撑了的我 还有这种,翘个二郎腿,像急了街边喝酒的小混混 头上戴的猪帘子更要命,走起路来甩来甩去 生怕打不到自己和别人的脸,按理说,猪帘戴在头上,本来是用来端正一态的 居姐愣是开辟了猪帘新用法,打了自己,疼了别人 能把郡主演成杂杂呼呼的街边小痞子,也只有咱们半永久居了 其实居姐不管是在哪部剧,不论是当小姐,丫鬟还是郡主 姨态都没有丝毫的变化,走路蹦蹦跳跳,说话张牙舞爪 一股浓浓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除了居姐,古代剧里现代小姐也是一抓一大把,全都是甩着头,晃着肩 乱七八糟的瞎走一通,既不端庄,也没骨味,完全带入不进去 现在的明星演戏随意,姨态更随意,所以说别小看一个走路的姨态 能把一个角色演出神韵,行走便是演员的演技细节之一 姨态垮成了大量女星的重灾区,垮往一带接一带 周冬雨好不容易下凡眼古装,那姨态根据结比也没好到哪里去 千古绝尘里都说她跟女配同框像丫鬟 为啥像?你看女配的姨态,身姿挺拔 在看周冬雨,背手跨肩挺肚,气势全无,走路又像吃瓜群众,飞天像铁壁阿童木 还经常出现双手环抱双手插腰动作,搭配五官乱飞的表情 你说,她是上古神仙?但我觉得,更像是地痞流氓要约架 下一秒就该撸袖子整活了 杨超越的新剧《七十吉祥》,胡穿地心 偏偏杨超越的一太出了圈,一场结婚戏,从走路开始 她的背脊就没有挺直过,回头这一下,她脖子撑着,头缩着 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乌龟探头了,每个侧面镜头都是杨超越垮胎大上 我都想钻进屏幕把它背给掰直了,可别说是头上的头饰太多压的 以前的古装剧妃子们的头饰不得有十几斤啊 但人家走路依然一太端庄,言不谣都不带甩一下的 果然,态度决定演技,更影响一太的是脖子,别人眼清工具 齐头一带,花盆底一踩,走起路来端端大方,风华万千 李兰迪眼清工具,因为脖子太短,梦回大清理 他怎么看怎么耸,还贡献了企鹅上邓寿行宁场面 上十里的女三合瑞贤,短脖子也让他与其他女性拉开了差距 别人往那一站是展示自己的体态美 他往那一站却成了对照组,别人跳舞体态轻盈,姿态优雅 离歌行李的他,跳舞没脖子,真的好出戏啊 以前的剧里演员大多有着戏曲功底 男子爱走小四方步,下盘稳,核心强,姿态松弛,却不乱晃 所以才能自然而然地走出一股风流意气,观众看着也十分地享受 女子注意体态,古代女子的端庄收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会给人强烈的割裂感 都在说,现在的古装剧少了古味 走路仪态跑篇大概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有个好的姿态对气质影响真的太大了 某些明星连古人仪态都没有,还是别尬吹古装天花板了 真心期待更多演员在古装剧中展现出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仪态 让观众能够沉浸感受剧情